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到娃娃频道 前一段时间在欧洲待了近乎一个月 去了米兰 然后我去了巴黎 走之前还把我的全家人一起接到巴黎玩了一段时间 我妈呢 原话就是巴黎的滤镜碎了一地 巴黎最近他们在暴动 政府把他们的退休年龄 从63岁改到65 就是往后挪了两年 大伙就不干了 我要喝咖啡 我要去南法旅游 我要躺着 不收垃圾了 所以整个路上堆满了黑色垃圾袋 我1米73已经很高了 就从地上一直堆到比我人还高 到1米8的黑色垃圾袋 虽然呢满地都是垃圾 但这次在法国玩的还是蛮开心的 挡不住我们去各种景点打卡 Nice 走的腿都要断了 我跟你们说 OK 首先呢从我还没有出门之前 在家里非常享受的一个shower饺 就是他们的一个沐浴露 之前呢跟大家讲过 我非常喜欢那个发油的香味 他们做了一个同款香的沐浴露 整个散发的气味跟他的那个发油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味道你让我形容真的很难 但是他大概是 坚果香 奶香 花香 非常阳光 干燥 舒服 很温暖的一个气味 如果你跟我一样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这个发油的味道的话 可以去入他们家的沐浴露 瓶化妆水 是我平时妆前和卸妆以后都会进行二次精协用的 就是Chanel Super de Marge系列的 Super de Marge呢 我是有滤镜的 我是有滤镜 我是有滤镜 我重要事情说三次 他们家所有的洗脸类的产品都非常非常好用 那这款呢是我去欧洲之前我下单的一个 换白金翠水 它适合什么呢 春季 脚质比较厚 油皮 容易长痘痘的 让你的脚趾层变得比较薄 整个皮肤变得细腻 抛光感 从而让你的皮肤减少暗沉 并且比较换白这样的一个水 敏感的朋友是这种考虑 油皮可以充 我觉得这款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我觉得它的质地其实有一点点像SK2的神仙水 比那个更水感一些更透一点 而且吸收的无敌快 你看啊 那基本上它就已经干掉了 如果你的脚趾层已经比较薄了 我建议晚上使用就好 熬夜 奔波或者是 上下飞机 皮肤整个状态 从里头干到外面那种状态的话 这个油非常推荐 夜间油 苏布朗曼系列 长得很好看的一个瓶子 夜毁春油 真的效果是我所有人想选的 苏布朗曼系列呢 最明显的 而且非常的持久这个效果 这么小小一个 我觉得非常适合 外带 然后是个夜间使用的 有lip gloss的一个感觉 在脸上涂着涂着 你会觉得哇 好亮啊 就好像我在脸上 刷了一层玻璃的质感 是那种透透的 碰到一定的温度以后 用你的脸部按摩仪去 就着它一起给你刮纱 或者去排毒 但是一定要去花这个时间 用你的指腹 给你全脸进行按摩 真的非常好用 第二天脸就是紧绷绷 又很精致的一个状态 搭配我这个 CANEL的SUP的MODE 神油使用呢 我用的是这个非常平价 然后性价比也比较高的 理肤全的这一支 升级版的 Daily Repair Moisturizer 那它和旧版 基本上差不多 修复的功能更猛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一些生菌 如果你的皮肤已经发炎泛红 然后已经有一些屏障的受损的话 它能更深层更快速的帮你去修复 这和干饼皮在换季 比较有压力的情况下去修复到一个初始状态吧 这三个产品的一个组合吧 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换白 清理的很干净毛孔 让你的皮肤紧致平滑又很细腻 这款呢就是修复保湿 三个搭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好用 彩妆呢 我知道我上个视频说过这一支产品 但是我要再说一遍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国内上没上 如果国内上的话 请大家去入啊 这比NARS的方品还要好用 这款呢会更适合油皮 而且比起NARS的方品 它更不挪位 给我心里的一个安心感 就是你不管在外面做什么事情 多么奔波多么劳累 你的皮肤是一定不会脱妆的 基本上我每次用这个粉底 都一定会有人问说 What foundation are you using It looks so good 但其实有的时候 他们问的时候 已经过了好多个小时了 已经在外面暴散了很久了 这个产品就真的超级牛 有动性一般 遮瑕度在中等偏上 自然雾面妆感 超级持久 如果你喜欢韩国那种水光机的话 我觉得这个气垫 在水光机的效果里 属于还比较持久的 不能像我们NARS一样 持久到什么11 12个小时 那么的扛大 但是它五个小时内吧 会给你一个皮肤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这是CLIO新出来的一款 CLIO Cover Mesh Glow Cushion 并且自带SPF50 这款SPF我是感觉 用下来呢 它还蛮扛晒的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气垫 就觉得不如像涂防晒一样 但是如果你先涂防晒 再用这个气垫 就真的不会晒黑 也不会起任何的斑 首先外装妆头 我觉得很好 它有点像 我们平时做美甲的时候 做那种水晶甲 然后里面是这样子 网格状的 我很喜欢 它在取粉质的时候 不管你怎么压 它也不会给你取到太多过量溢出来的粉质 就给你那种很透 很白的一个状态 先把皮肤养好 才能用这种遮瑕度比较清透 然后出来 尾素颜 那种麻生好皮的一个妆感 看到了吗 这个亮亮的感觉 那我为什么想推荐它呢 因为我觉得 虽然它不是那么的持久 而且在天气阵的地方 如果你不定妆 它容易挪胃 也不建议油皮去使用 但干皮的话 我觉得它会给干皮一个滋养的 一个感觉 一个油油的在脸上 而且比起 往常那种韩国非常水光剂 它又感觉不会像大油田一样 糊在脸上 那个度吧 拿捏得很好 给你一个韩国 水淋淋的肤感 但是又还比较持久的 扒在脸上 像绸缎一样 很细腻 以后有机会去欧洲 或者是意大利玩的话 除了Kiko 这个牌子 你也可以看一下 叫做Diego Della Palma 这个highlighter 它是那种涂在脸上 像小灯泡一样 而高提是完全不会 跟你下面的底妆打架的 你看我现在这边 其实还有 五个小时以后变得比较少 但是它就是还是会残留在脸上 就是还蛮美的 微微给你一点点提亮的效果 然后我特别喜欢放在这里 它里面调了一点点香槟色调 然后是白白的那种 在月光撒在脸上 整个质感是很温柔的 在我们黄皮脸上的61号色 也不会显得很奇怪 而且在镜头面前 或者是你拍照 你真的会觉得脸上很干净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种光泽 加上提亮的效果 是只有高光棒这类的茶匙能给的 散粉呢会更加 没有这种湿湿湿漉漉的感觉吧 有点像喝咖啡奶泡到嘴上的感觉 KUKU的一个单色闪片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温柔 很日常的颜色 如果你已经用腻了Cowboy 或者是我之前推荐的基石吧 那一块眼影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这一支 这一支呢我觉得它压得很实 我看网上有些人觉得不好用 其实我觉得不好用的原因是因为 它压得太实了 如果你直接沾去粉 哪怕在手指上 也很难用手指的指纹去把它给融化得非常漂亮 你需要在手上这么转一转 然后把鱼粉 就是你看这种手指上波刚淋漓的鱼粉的感觉 放到眼皮上 我觉得这样的话它会更加服贴 而且更加像是散落的月光吧 我不想说星辰 因为它没有那么的闪 它是一个比较日常的眼影 有点米色调在那里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眼皮又看着很干净 基本上跟每个眼影的都不会太冲撞 如果面积放大一点 它也不会夸张 眼神比较明亮 很清澈的一个感觉 但近看才会看到上面的一些闪度 基本上Vlog里你们看到我脸上 所有的色彩以及高光腮红吧 都是来自Algoth这一款限量盘 它是这个小脑腑盘 长得非常可爱 盘面上呢有四个老虎 然后后面是介绍里面的六个面部颜色 那这六个颜色里面呢 除了有两个颜色是旧色 一个是这种玫瑰色系 另外一个是这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是旧的以外 它也可以单卖 并且也出现过以前他们的面部盘里 其他的四个颜色又美妙 而且都是全新的颜色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Algoth的粉质的话 你会知道他们家的 不管是高光腮红啊之类的 都是粉质非常的细腻 很轻柔的贴在你的皮肤上 像我今天的腮红 也是用了这一支最美妙的一支 就是金橘色系 那它六个颜色的刷色 我都已经放在这边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脸上的这个金橘色 它呢是带着一点点细闪的 很像太阳清过你的皮肤以后 然后这个橘橘很可爱的一个感觉 而且无敌的清透 然后中间这个呢是一个高光颜色 就是这一支 想不到吧 这个看上去好像是一个 比较偏玫瑰色系 不 它其实出来呢 我觉得是很适合当一个肉色的体谅 因为它是带肉色 比较香槟色系在里面 看起来皮肤很粉嫩的一个质感 这个颜色Transcendant Light 如果你没有这一款老色的话 它看上去好像蛮深的 不太实用 其实呢 它出来的颜色就是比我们刚刚那个金橘色 稍微种了一点点 你可以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 作为腮红用会非常好看 它也是这种 就是粒子色系的一个腮红吧 然后下面呢 第一个颜色是带着玫瑰金一点点的一个高光色 就是最下面一条 我觉得这个玫瑰金也蛮好看的 因为它玫瑰的成分不是很多 也是带着 有一点像珊瑚 然后橘色这样子的一个高光 最后一个也就是中间的这个颜色 就是比起我们刚刚的珊瑚啊 或者是橘色系 红了那么一点点 就这几个其实都还蛮好hold住的 除了这个粉色 我觉得黑皮不太友好 其他都很轻柔 很美妙 很清淡的一个妆感 那如果你用个Algaz的粉质呢 你会知道它们粉质膜的非常非常的糯软 又很细腻那种真的上脸感觉很高级 这个盘子这次被我用爆了 就是纽约米兰巴黎一直在用 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眼型吧 就是Motion Frame这个3CE的盘子 色号是在后面 然后里面呢包装是长这样 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 比起以前3CE的盘子 然后这个打开呢 是这样子盖子非常的厚 我每次会用刷子沾粉质以后 就在盖子上这么刷两下 所以盖子就变得比较脏兮兮的吧 然后这个颜色请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是那种饱和度非常低 然后比较给你清冷感的玫瑰色系 或者是莫兰迪色系吧 就这种颜色的一个组合盘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下面这种bling的颜色 其实用的不多 因为我觉得颜色有的时候 会不那么的日常在白天用 那这个白色呢 我用非常多作为眼头的打亮 很三维立体的一个漂亮颜色 它除了非常珍珠白 简直就是off white的那种 给你的轮廓提亮以外 揉开以后 它这个细闪里面除了白色 还有一点点金色 就很像漂亮的贝壳 在太阳下面的那个感觉 就非常有一个珍珠感 这个呢我觉得跟刚刚我推荐的颜色比起来 它会更加白 你看是不是就超明显的在眼头 很适合给你做一个眼头的这个 假眼窝的感觉吧 因为浅色阴影 再加上鼻子上的浅色 才会打造一个更加立体的山根部分 我很喜欢它里面就是有一点点 鹅蛋黄 这个颜色在里头 在我们亚洲人 就是本来就是黄皮的脸上 看上去非常的融洽和和谐吧 OK除了这只颜色以外 其他几个雾面色 我都用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就是被刮的七七八八的了 这个比较深的 有点偏紫的棕色系 我会把它作为眼线去刷在眼睛上 作为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轮廓吧 然后其他几个颜色真的用的太多了 像这只颜色 也是粉质不仅懦软 而且完全不显肿 这样子的一个紫色调 很清冷的一个玫瑰色系 也是很适合放在整个眼窝上 完全不会看起来很肿 因为它这个色彩的饱和度是比较低的 然后看上去非常日常很好看 我很想说一下就是它的这个粉质 薄薄一层呢 就给你一点点颜色 拍照可能看上去都很像素颜 但是就是可以给你打造一个更加深邃的眼神 这个小粉色我也用的挺多的 就没有一个颜色会让你觉得不温柔 或者太奇怪不知道该怎么涂 基本上这个眼影是那种涂在眼睛上 不用上眼线 也不用上睫毛 就可以出来一个更加好看的眼睛 3CE的Motion Frame 很绝 好了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了 很久没有坐下来聊天 跟大家分享的彩妆 Skin Care最爱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喜欢呢 还是要在旁边点个赞 给我点鼓励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可以点击旁边关注OI嘛 以后有更新的话 你就能收到提醒了 大家呢也可以一部我的小红书 因为我最近在小红书上 也是蛮活跃的 会发一些更快更新更短的一些内容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